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 那怎么才能除掉狐妖啊 问得好 即使不瞒大家所说 我就是人能捉妖室 只要大家愿意慷慨解囊 我愿意舍命为大家除妖 我看他就是个江湖辫子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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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公里 别走啊 别走啊 我认真的 好久不见 我没认识吗 你要除掉狐妖吗 跟我来 大人饶命 我不会反射 我捉不住那狐妖 你怎么知道狐妖君上的事 是我娘和我说的 我娘是捉妖师 可她前不久去世了 我捉不住那狐妖 你放心 她不会吃你的 你只需要随我进宫 做那狐妖的小侍女 捉妖的事情 就交给我来解决 大人您别取笑我了 我性子粗笔又不懂礼节 怎么送我那狐妖君上呀 那好 既然你知道了宫里的秘密 就不能活着放你出去了 好吧 千岁大人 换好了 穿成这样怎么重要啊 千岁大人 您早些休息 明日一早 我就带你去见君生 你们看她 明天就要被狐妖吃掉了 她现在居然还吃得下去 心态真好 换做什么 早就自行了断 我就知道那个千岁大人 不是什么好东西 果然是想把我送给狐妖当口粮 真当我素晓焕是个小白菜 不跑是傻子 太圣老君积极如律令 点身 好 你们看得到我 救命啊 我再也不跑了 找到画中的女子了吗 回 回君上 还 还没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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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饶命啊 没用的东西 报 启禀君上 御夫使大人回报 那华中女子似乎已经找到了 带她来救 毒 他娘能不能气得点太疼了 君上爱干净 必须得里里外外保持清洁 上次那个没洗干净 身上还有泥 君上吃到了泥呀 连洗的那个人都给杀了 搞不 现在 就是我们这些岁数大的 那你们君上吃分早晚吗 我是千岁大人决见的 这可不可以晚点吃啊 那个说不准呢 君上啊 只吃千岁大人送过来的 千岁大人 可是君上最新人的人 千岁大人是狐悠最新人的人 那怎么会吞死狐悠呢 我还是送我当狐狸 不行 还得逃 我 我肚子疼 我先不送 一般不介意跑 这个时候再跑 基本都被乱刀砍死了 你 一样 哦 啊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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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你们见胡言 你们等什么 没等啊 睡都到了 对 你别怕 绝尚很有亲和力的 这鸯子 我 他就是那臭胡耀吗 胡 胡耀大人 玉树林峰 风流倜傥 天生下凡的胡耀大人 奴婢苏小桓给您磕头了 祝您万福吉安 万岁万岁万万岁 洗干净了 胡耀大人 本来是洗干净的 来的路上太害怕 惊出一身冷汗 浑身戳得很不好吃 起来吧 是 抬头看着我 睁眼 不听话 现在就知道了 难道 你真的忘了 不听话 现在就知道了 既然把我忘了 就别怪我戏怒你 是你 谁 小老弟 叫我躲一下 当然了 真命总理就要好我 不认识了 胡耀大人 奴婢错了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 哦 回胡耀大人 是奴婢身上的臭味 不对 应该是那种 熏天熏地的糊臭味 他们抓你做什么 他们要把我送给那个胡耀君上 那有什么不好 听说这个胡耀每天都要吃人 而且一身糊臭熏天熏地 身上还有成俊结队的狮子 都吃到五百多斤了 走路都只能靠打滚 活着都是你 早晚要灭了这臭胡耀 还天下一个太平 哦不不不不 奴婢只闻到一股 亲人心癖的毛发味的 胡耀大人 这是您天然的体香吗 实在是好文的很 跟奴婢身上的臭味完全不一样 过来吧 好 你现在就帮我把身上 成群结队的狮子捉下来 若是我捉一只 那我现在就吃了 大人 奴婢错了 求你放过我吧 你这弹指之间 收拾胡耀的霸气去哪儿了 昨日那极傲不驯的我 早已被岁月抹拼了棱角 今天见到大人之后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不喜欢你这副模样 如果你费昨日之内 那我现在就吃了 大人 你别 我说我说我说 我要灭了这胡耀 还天下一个太平 有志气 那 那是年纪想不懂事 天下需要胡耀大人 胡耀大人为了天下 要千千万代 我喜欢乖巧 今天表现不错 留你到明日 记住 你只能待在浅宫哪儿都不准去 清洗干净 别像我一样浑身似你 好 好 奴婢这就去洗 这也是 看你往哪儿跑 你贴这么多招 我就不信你 胡耀大人 我 奴婢自从见到你去世中严之后 瞒得我都是你的英荣相吗 所以 看来进展得很顺利 事可杀不可辱 千岁大人别再装了 我都已经知道 你跟这臭狐狸就是一伙的 苏姑娘误会了 不与你说出事情 是怕你陷入危险之中 危险 就算是死 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吧 其实 我是千岁太子 之所以迎刃于这狐妖之下 就是为了夺回王位 拯救天下苍生 而诛杀狐妖的关键 就是需要你 去找到狐妖的尾毛 尾毛 可是那么多侍女都被她吃了 我又怎么能找到呢 我会一直在暗中保护你 如果有危险 即使都能全部兵力血斩护药 也会护你周全 太子天才你放心 我定不负你所托 等你同志 你说什么保护 明明又有检手 信你个鬼 嫌有狼 破误 还是只能靠我自己 好 狐狸最害怕的就是 比她更强的老虎 狮子尿 大蒜也这么丑 臭狐狸肯定不喜欢你 熊黄酒 妖怪都怕你 来了 不对 我得把自己咽入味儿 毛呢 不应该啊 狐狸掉不掉毛的吗 这个狐狸 会不会也有季节性脱毛 妖怪 狐妖大人 你似乎对我的床 很感兴趣 没有 挪贝实在想这个床 怎么会睡得舒服呢 要不要体验一下 不不不不 狐狸大人 挪贝正在收拾呢 挪贝做事喜欢 一刺不苟一尘不染 一毛不拔 要不 挪贝给你展示一个 捉妖树如何 有意思 这是灭妖狐 这是照妖镜 这是展妖剑 总感觉这些东西 对我不太友好 果然喜欢 味道倒是很美味 大人 你就没闻到什么 特殊的味道 只感到香气破皮 大人你吃饭吗 无妨 大人 我现在身上 臭得很 你还是离我远点 免得殉葬自己 不愧是我最喜欢的小侍女 知道我喜欢炎如味的 正好让我食欲打造 不愧是我最喜欢的小侍女 知道我喜欢炎如味的 正好让我食欲打造 君上 臣有事要禀报 那些与秦门封印有关的乱臣贼子 与捉妖师 已被臣全部处辞 忘了 我也是捉妖师 衣服使 你做得很好 这满朝文武 我只信 但你必须尽快查清 我们其能封印之事 怎么办怎么办 免得也被人陷害 是 怎么了 没事 诺贝刚刚只是觉得有点冷 你不是周药师吗 怎么连个郁寒的法力都没有 不是不是 诺贝只是落语充数的周药师 不专业的 就类似于那种 街头说书的 更何况 诺贝与那周药师 有不共戴天之仇 加入他们那部 从那部发生 有不共戴天之仇 倒可说得挺一点 师 师长 诺贝从家养了只狗叫旺财 有窗户有可爱 堪称是狗腰 诺贝与旺财相依为命 又碰到那些周药师 趁诺贝不被把旺财给杀了 你们说我应不应该难过 是有道理 你说对吗 那些周药师确实可恶 三日内查新奇门封印之时 臣一定不负军上嘱托 臣告退 好 大人 奴婢刚才出一身臭汗 浑身臭得很 能先去洗洗吗 千岁大人 刚才那只臭狐狸 差点把我给吃了 你别担心 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你 所以刚刚才会及时出现 真的吗 苏姑娘 我说过护你周全 绝非一句细言 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大人 尽可问我 大人 你明知道我是浪运充术的重要师 为何还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因为我相信你 当然你为何会有一个跟我一样的预派 他们本是一对 如今 令我隔迟一半 我这十年一直在找我的生生父母 这块玉佩是我杨母硕 当时捡到我身上唯一的东西了 当然你知道我的过去吗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只管相信我 现在更重要的事情 等你找到尾毛 我一定会告诉你 一定要早点完成任务 弄清楚自己的身世 只要把她的衣服弄脏 她就会洗澡 洗澡就有机会喝点忙 大人 你在画什么呀 医生的指导 错祸 是怕自己忘记她的样子 也怕 她忘记我的样子 弄不好 还要来杀我 大人如此知情 也不知道是哪只母狐狸 如此有幸 得到大人的宠幸 又怎会如此被恋还来杀大人呢 看着眼神吗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我这不信我治不了你 戒戒如零 我戒 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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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晨儿 你如此脏臭 让我感到非常不适 什么衣物 我要沐浴 弄比这件全 你在笑什么呢 奴婢第一次伺候大人沐浴 内心是既期待又忐忑 你在期待什么呀 期待干毛啊 奴婢的意思是 大人连一个毛 都很让奴婢期待 会说话就多说一点 其实奴婢也不太会说话 主要是真诚 有什么说什么 大人又变话斑了 我记得 你最喜欢的 大人你说笑了 大人不才刚认识奴婢 怎么又知道奴婢最喜欢什么 对 但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 过来 是才刚认识一天呢 不 像认识了一千年 奴婢那个搓走的手艺可是一决 大人要不要试试 好 毛呢 能别只错一处吗 都凑吐了皮了 大人你皮肤真是细腻脆弹可破 毛呢 大人 奴婢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毛里的体毛不都挺茂密的吗 你怎么连根毛都没有了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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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一定在尾部 怎么办 活出去 大人 你的手可不怎么老实了 不是 我被这手看到大人情不自禁就想 给大人吐吐你了 那好啊 不行了 准备一下事情吧 好嘞 事情 今晚 你就帮我暖床吧 回号大人的性侠要好 真是与众不同呢 也要睡着寒冰床 还要人来帮你暖床 你挪婢真是想过脑袋都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就别想 那你 你 ó 事 donde 事 她י 刘 子 你 ença 姐 你ặc 好朋友我们闲也不理他 他又不想睡不着 等他睡了就拿美蒙 大人你都睁着眼睡的吗 我向来不睡 为何 一旦闭眼 就会想起这千年间 我最不想见到的梦 狐妖不会是杀人太多 怕那些冤魂梦里锁命吧 狐妖大人 其实我从小到大 也会一直做同一个梦 梦里面有一个小女孩 她的全家都死在了她的面前 是 那个画面实在是太惨了 小女孩就在那儿哭着喊着 和她们说不要傻 可是她们 我 不是说自己从来不睡的吗 看我不拔了你的尾毛 好 手伸不进去怎么办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她让我死 都在死 全梦都在杀人 太可怕了 丑狐狸 明明在耍我们 我怎么可能拿到尾毛啊 还没等千岁大人动手 我就要被她折磨死 好 龙今葬花人笑吃 他年葬龙知是谁 小花 眼睛还有刹那灯 我把你埋葬 都会被那丑狐狸吃了 都不知道骨头在哪儿 怎么了 受什么打击了 大人你不会懂的 既然你不说 那我现在就吃了 好啊 大人 炒爆溜炸烧门炖蒸 大人你想怎么吃 我喜欢生吃 大人你吃吧 算了 不逗你了 大人你这叫逗嘛 是可杀不可辱 你要吃就吃 接着先吃头 给我来个痛快 算了 今日你如此乖巧 本王便赏你一个愿望 那大人可以给我个忙吗 只有这个不行 好的 没别的愿望了 那大人你赏我顿饱饭吧 就算是死 也得饱死得上你 行 就赏你一顿 断头饭 我都要死了 小花 我要死了 唉 唉 这断头饭果然不好吃 胃肠脚辣 舒小华 别锁 十八年之后 又是一条好姑娘 嗯 饭桌饭都不好好做 怎么还有忙 忙 哦 还会发光 知不愧这是侯耀大人的尾毛吧 嗯 苏小华我就知道 也命不感觉 凉坤 你说 我要是把尾毛 叫个千岁大人 那侯耀大人 是不是就要被收了呀 什么 啊 你觉得侯耀大人是好人 我和你说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你是不是被他精神控制了呀 虽然千岁大人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吧 可是他毕竟知道我的身世 还是得把东西交给他 这个侯耀法律这么高 他肯定能求自保的 对吧 千岁大人 做得不错 那大人可以告诉我的身世了吗 在这之前 我还需要你做最后一件事 哼 果然这个千岁大人 不是什么好东西 好的 将虎耀引到奇门阵法当中 不不不 那不行 我要是回去的话 那臭狐狸会吃了我的 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我信你个鬼 今夜之后 时间将再无虎耀 做完这件事情 我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去哪儿了 不会被发现了吧 啊 奴婢哪儿也没去啊 今日大人赏赐奴婢一顿佳肴 奴婢多喝了几杯 出宫时不小心睡着了 这会儿才行 过来盐墓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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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大人 您画的这个美女 后面有只大狐狸 所以这图是不是叫做 狐狸吃美女图 是这美女 迷了心智 要吃这狐狸 是这美女 迷了心智 来吃这狐狸啊 完了完了 她知道我要跟她了 怎么才能把她引过去啊 时辰差不多快到了 怎么办 看你心事不宁 有心事啊 对 奴婢想起来一个地方 事业极好 能看到好多星星呢 不如 奴婢带大人去看看吧 我要死了 奴婢 还不带路 好 坐下 龙必不敢 坐 过来点 再过来点 再过来点 好 怎么了 没有 冬天很难看见花的 喜欢就好 喜欢就代表 还没有忘记过去 好 好 六星 六星而已 每当有人死去的时候 总会看的 虎妖大人自是见读时光 但奴婢还是第一次看见的 还想看吗 我给你多变点 不不不 不用了 还有呢 过来过来 第五颗流星落下之后 阵法将启动 届时 你只需要找个借口离开即可 支 啊 这么冷还要出来看星星 总是爱做些蠢事 啊 诺别不冷 别动 怎么时间突然变慢了 我想把时间留住 但是我留不住 忘了这花瓣吧 那边突然肚子有点疼 能不能让我先去个毛厕 快去 小欢忘了那小花瓣吧 出声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 什么感觉心里赌赌的呢 算了走了再说 汪彩 汪彩 你怎么长得那么像我的小汪彩 汪彩 你怎么自己在这儿 你怎么受伤了 谁欺负你了 可怜 这宫里欺负人就算 怎么连狗都不放过 姐姐带你走啊 不怕啊 走喽 小花瓣 只有这样你才能为我 王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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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王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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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贼来 王贼 护妖打扰 玉玲 阵法被破了 小桓 你为什么要回来 就是沖村了 我很高兰 琴鎕 1989 西岸 都有很高兴 澳镁 大汗 我跑路了吗 不对 胡耀大人 我怎么又回来了 他还在帮我擦药 照个真像我娘 我在想什么呢 我差点害死他 他现在给念想第一个把我吃了 我还是装死吧 醒了就起来吧 眼泪都流出来了 别装了 痛痛痛痛的 胡耀大人 我没死啊 你只是被雷劈了 不会死的 哦 胡耀大人 你怎么也没事 不对 你怎么没有两个头啊 想说什么 说 对不起 胡耀大人 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 我也是被人胁迫迫不得已 谁胁迫你啊 不能说 那就不说 大人 大人 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问 忘财呢 差人送去太医院了 大人 你活真好 睡吧 别忘了 亮东 把火炒好 安 降 干干你 富不值观 干吗 你 最经主 靠 牵 我 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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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到点了 火药大人 我们没怎么办 我们怎么 没发生什么吧 没什么 那就好 你看起来很失落 没有啊 火药大人 你生是如何了 伤得挺严重的 要不 让我喝点你的血补偿一下如何 不行 诺贝得保存有用之需来伺候大人 好啊 那我就给你一个说服我的机会 大人 您的目光还是得放长远一点 奴婢这种繁复索女 怎么能入您的发言呢 更何况 奴婢已经有欣赏人了 叔叔 他是谁 他 他是 他首先得是一个人 特别特别普通那种人 普通的眼睛 普通的鼻子 普通的嘴 嘴巴上还有块痣 普通的你当人群里 根本就认不出来 你会到现在都不记得他的样子吗 冥冥昨晚那么温柔 今天又变回来了 看来 你的眼光确实不怎么样 得一 遵命活药大人 对 我 黎玲 你伤势如何 无碍 对 只是我们为封印虎妖准备了十年之久 竟被一名女子给破坏 楚商 定不能放过此人 虎妖大人这边随时会吃我不顺体 千岁大人那边肯定也恨死我了 我的处境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的赶紧留 馋满了 走什么山 没有 是虎妖大人那面力实在是太大了 奴婢无时无刻不被你吸引 现在想立刻去一花羊采着花送给你 用不着 随便挑吧 现在花也有了就差 就差诗了 你若能在七步之内做出诗了 今日可不止 大人我又 或在现在就止 最会做诗了 我一步都不满 一步 大人 两步 我我我坐 花 一枝鲜花直敞开 三步 开 忽然一枝蜜蜂来 四步 削着屁股把花踩 五步 这后一句 六 等等等等有了 你说可爱不可爱 你这写的 倒挺显实 我对追屁股采花十分好奇 你去一花园采挤着蜜蜂回来 奴婢这点去 等等 你好像 不太喜欢待在我身边 没有啊 有这么明显吗 快去快会 是 你别走 完了完了 千岁大人这是杀上门来 请你知识 微臣为了调查 昨日行刺之事 需要将苏小桓带走 进行盘问 还请君上准许 果然是冲我来的 千岁大人的眼里满是杀气 文明休矣 你别走 完了完了 千岁大人这是杀上门来 微臣为了调查 昨日行刺之事 需要将苏小桓带走 进行盘问 还请君上准许 果然是宠我来的 千岁大人的眼里满是杀气 文明休矣 二位大人看我做什么 千岁大人要是敢胁迫我 就别怪我出卖你了 叔叔 杀我之事 可与你有关 没有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胡耀大人你是知道的 昨日我可是舍命救了你 即便你救了我 也可能是被我的魅力所感化 真的没有杀我之心 绝对没有 千亦可见 日月为茫 大人 君上 我看着苏小桓绝不老实 好 定是与那幕后黑手有关 有道理 青春 给我好好审问她 是 苏姑娘 请吧 完了 不不不不 胡耀大人 奴婢不想离开你 就想是放在你左右 不得无力 我亲爱的胡耀大人 奴婢离开你就会觉得 知悉人是毫无意义 亲自大人 你看在胡耀大人的面子上 别为难我了 我这一受惊我就会胡说八道 你们别 体量起来我呗 你受惊会胡说些什么呀 我 我说些什么 我现在就在胡说八道啊 既然你不说 玉福斯 给我好好审问 审问结果如实向我汇报 至于处置 就送回我亲自治 是 如果我现在偷袭他 将会有十成的胜算 最后我被乱刀砍死的几率也是十成 姐不走了 反正大不了就一死 喝了孟婆汤过了奈何小姐 十八年之后还是个好姑娘 谁说要杀你了 又要骗我 我说过 胡耀若敢伤害你 即使动用全部兵力血掌胡耀 也会护你周全 今天带人来 是为了保护你 又怎会伤你的 真的假的 跟我来 跟我来 走 娘亲 娘亲 娘亲你醒醒 娘亲 娘亲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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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ab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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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住这里对吧 什么又到了 谢谢 我就把你护送到这里 宫内已经不安全了 待我宣战回药之后 我再来接你 当然 走吧 来 这粥和水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你们刻够了百姓的真材粮 大人 哪儿还有米呢 我们所有的米都在这儿了 千川大人 还有吃的吗 我是不要紧 可是我这小孙子 烧得厉害 是 府里还有米吗 出声 全都拿过来 是 走 所以 你真的是前朝太子啊 十年前 胡瑶藏起父王 要挟群臣 而我被忠良所救 并用他的儿子 代替了我的身份 这十年来 胡瑶屠戮忠良 加上天灾不断 是 百姓们冻死 是 而我身为前朝太子 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无可作为 我隐藏自己 就是为了博取狐妖的信任 这样才有机会除掉狐妖 这个就藏不上 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 我的心润 竟然尿下这么大的祸度啊 姜润 我知道你心心善良 但人的好坏 并不是那么表面的 你以为胡瑶不坏才软了心 殊不知大劫此重 姐姐能给我一点吃的吗 我好饿 别去打扰大人 对不起大人 小孩子不懂事 别看他一般见识 小妹妹 姐姐拿这个玉佩 去给你换点吃的 等着姐姐啊 你真的要拿她去换 这个玉佩 虽然是和我过去 唯有关的物件了 但我如今犯下大错 让这些无辜的百姓继续受苦 我不能再只想着我自己了 你真的想知道自己的过去 你本事像得过知你 你我青梅竹马 本应婚人 好笑了 等你叽叽 我要娶你过门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玉佩为证 你一块 我一块 嗯 却因狐妖夺权 一切都变了 相国为了藏匿我 不惜用你的哥哥跟我交换身份 而我苟活至今 就是为了夺回王位 报血海深城 为天下百姓 牟易圣经 那我父母呢 相国全家 且被护药残忍杀 不可恨 难道我梦里的画面 都是真的 我怎么能把过去的事 都忘了呢 忘了更好 忘了就不会那么痛苦 妈妈 我好饿 没事啊 我们很快就会有吃的了 不 我要报仇 不要妄想 为了家人之仇 为了百姓之苦 我既犯下大错 就要以死来弥补 那虎妖强大 你又能做什么呢 我是唯一能够接近狐妖的人 我一定有办法可以帮到大人 世间唯一可对抗狐妖的 大捉妖师 黄天师已经过世 但他曾经留下三卷奇门封印 可对付狐妖 前日所用为天卷 现如今已完全失效 唯有地卷和人卷 可封印狐妖 那地卷和人卷在哪儿 已被灰妖找到封于寝宫内 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我可以进来的寝宫这儿 灰妖定是将此两卷封于寝宫 而只有王族血脉之流 才可参污定卷 现如今 只有主上 是有血脉之流 把手伸出来 把手伸出来 这是我的惊喜复仇 他会帮你找到敌卷 我一定会找到的 没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他杀了我全家 让我成为了孤儿 让天下的百姓饿死了 你似乎有心事 对 奴婢有心事 虽然才离开了大人几个时辰 可奴婢已经感觉到牵肠挂肚 肚日如年 连心都很痛呢 看来你真的很离不开我 不如 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吧 不行啊 大人 若是我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 那在这个世界上 你就少了一个最敬佩的 最喜欢你的小侍女了 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先留你一命吧 多谢大人 不致致 今日这空气啊 总是充满了不友好的味道 这么明显的吗 这个没有 这个也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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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什么 不 胡耀大人 你不能这么突然出现 你会不会我吓死啊 你在这藏宝壳前 擦拭了半个时辰 为何啊 大人难道看不出来吗 只有这么一尘不染的环境 才能配得上我们 活药大人尊贵的身份 别说让我擦半个时辰 我擦一天我都不为公 该不会再找 谋害我的东西吧 大人你不要乱说 我刚被调查完 我纯粮得很 好 不行 死活要盯上楼了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搞死 把它放在哪里 我都不做了 我已经捉了 我已经捉了 当你能坐在那里 跟他走 我要去 煮我了 只好 走开 走开 别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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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包不够我弄十包 我就不信毒死你 回药带人用膳了 回药大人那您慢用 奴婢先告退了 陪我一起吃 大人这不合规矩 奴婢怎么能跟大人一起用膳呢 在我这儿没规矩 过去 来 喝一杯 不不不不 奴婢不会喝酒 这样吧 奴婢以茶代酒 见大人一个 祝大人孝可常开 好酒啊 就是有点色 你不会在酒里面下毒了吧 我怎么会在酒里下毒啊 那你紧张做什么 我没有紧张 来 那奴婢 再见大人一个 祝大人千秋万代 你 大人 大人你怎么了 酒里有毒 我对你这么好 竟然想毒啊 谁敢毒大人啊 大人 你坚持住 我去教御医 这穿肠毒药 御医也就不了 我有你的血才可以 大人 你没事了 我有事吗 我 你在做什么 没什么 该不会是要暗烧我吧 没有 这个是我平时唱戏用的道具 戏用道具 我想给大人展示才艺来着 是吗 是吗 大人 一点都不痛 我这个烧火 牙齐出血了 我可以在这树的口吗 烫死我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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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春大人 他是谁啊 我们叫他鬼 他们数量众多 既不属于人 也不属于妖 内心怀着深深的怨念 残害两座 那他为什么要杀我呢 或许 是要保护那护妖吧 你头怎么了 不小心被刀碰着 别动 怎么这么不小心 谢谢 是不是对灰药下手了 没有 十个我都打不过他 我怎么可能贸然消失 骗我做什么 以后不准再这么冒险 只管找到地卷秘药 那 我先回去了 不然太晚那出户里 又得怀一颗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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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Workers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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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疏口要很久的 奴婢刚才疏口时 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为 我认为胡耀大人误会我了 我这种小小蝼蚁 怎么又敢杀大人的心思 关键也没那能力是不是 我能主要是想试探试探 大人的实力 结果发现实在是深不可测 奴婢更加敬佩大人了 大人别杀我 你对我做了什么 也没什么 就放了些虫子在你身上 如果这些虫子 没有闻到我身上的气味 就会发作 撕咬你的五脏六腑 要是你不听话到处乱网 神仙也折不了你 你 我 虫子 胡耀大人你 你怎么可以在没经过 我同意的情况下 都有如此关爱呢 你还是我那个敬佩的 胡耀大人吗 看你表现 哎 大人你能不能把你那个 披风借我一下 我想闻着你的味道睡 不然我睡不着 好 好 死胡了 小虫子大人们 这可是胡耀大人的衣服 胡耀好浓的 你们闻了他的味道 就千万不要再咬我 也不要咬我的五脏六腑了 哎 哎 你们说帝卷到底在哪儿啊 嗯 哎 那苏小桓在君上擒宫待了那么多天 怎么还活着呀 我猜啊 肯定是被君上灵性了 对 我看这苏小桓也是狐狸金变的 懂得怎么勾引君上 这苏小桓也是 你们这群长蛇妇 嚼什么蛇根啊 我跟胡耀大人什么都没有 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犹如干柴烈火 若没发生什么 除非你是使女 胡说八道 说我是使女 怎么不说她不行啊 哎 也不用跪下 行行行知道你错了 起来吧 你说我不行 胡耀大人 哎 我夺子她 哎 你救命 我 你 你胡耀大人 放我下来 胡耀大人 你要干吗 胡耀大人你要干吗 胡耀大人你要干吗 没什么 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 免得被说想话 不不不不 大人您不需要证明自己 您如此龙牛虎毛 怎么会不行 都被胡说八道的 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 严心负责任 当然千万不能因为奴婢将 念念品味啊 再说奴婢怎么能飞上这头 变凤凰呢 对 您应该配凤凰 奴婢就是鸡我里的小丫头 配不上你 狐狸爱鸡天生不死 我就喜欢你这种小丫头 等一下 快点 胡耀大人好威猛啊 胡耀大人好厉害 胡耀大人好凶 胡耀大人特别厉害 胡耀大人好棒 胡耀大人特别厉害 胡耀大人好棒 出去 好嘞 胡耀大人好厉害 来 怎么 胡耀上身了 你怎么穿着胡耀的衣服 踢着胡耀的砍肩 要不是该死的虫子 谁想穿他的衣服 我的意思是说 我 我最近有点怕冷 借他衣服穿一下 不用 我 我穿这个够热了 多谢 对了 我已经把寝宫里都翻了个遍 可还是没有找到秘诀 会不会是胡耀已经 不会有问题 一定是你疏漏了什么地方 这次将你来 就受了明日月氏之夜的行动做准备 行动 什么行动 月氏之夜 是胡耀法力最弱的时候 也是我们杀他最好的时机 每到月氏之夜 他都会藏起来 只要我们能找到他的藏身之处 便有机会杀死他 我明白了 小欢 不要 不要贸然行事 找到他的藏身处之后 立刻给我发信号 好 文耀大人 文耀大人 大人 这家伙平时这么凶残 知道自己月氏会法力衰退 这么早就躲起来了 真是个笨小鬼 他会躲哪儿呢 月氏已经开始了 这臭火药到底藏哪儿呢 他们都是你杀的 他们都是你杀的 不错 他们都是鬼 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我可是无恶不作的狐妖啊 我杀人需要理由吗 月氏到了 他跟我受伤了 应该很虚弱 不错 我现在就去通知青川南 我现在就去通知青川南 帮我摸玉 此事她虚弱不堪 若杀她是最好的机会 火药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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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火药大人 苏小桓 你不要被他迷惑 这个人是杀了你全家 还在拳击下百姓流离世俗 你还相信我有什么啊 你拿刀想要做什么 火药大人 这个是我家的传家宝 叫七星刀 我正要献出这把宝的 不必了 大人我杀人不用刀 大人您刚才睡过去了 我奴婢怕您着凉 您要不要先起来啊 你说 今晚的月亮如何 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 今日实血过多 我们走吧 完了 火药大人肯定要臭补血 今晚躲不过去了 我肚子疼 好像得穿个歇花 但是我去去就来 主上 月事已过 未见烟火 行动取消吧 要失败了 你 努力了这么多年 最好都是失败而终 主上 看 今晚月色很美 这么多年过去了 才发现月色原来这么美 是 其实美好就在身边 只是我们没发现罢了 这户里这什么破厕所 你怎么都不好伤 还这么大 她不要进来了吧 我的预拍 对 背部 对 这儿没有了 对 你们 这是 对 下饭的 includes 心 bush 不是 我监狱配呢 不用了 我闻到了 我来这事想提醒你 这个茅厕你不能上 它是一件起物 你法力不够 压不住的 若强行使用 避上宰祸 不就是茅厕 我怎么还能驾驭不了 好 千万 就别试弃了 青川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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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我一跳 怎么来这么快啊 我担心你的安危 一直在暗中保护你 对了 我发现了 帝家就在 在什么 在南药院的地方 有一位英雄晚安的 胡耀大人 对了 胡耀大人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 你们两个深夜命空 莫非 没错 我就是在跟青川大哥哥谈情说爱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爱意就在我的心中悄然流淌 青川大哥哥也是感应到了我的想念 于是就找了过来 我们刚才在说 想要胡耀大人来见证我们的爱情呢 对吧 对 我 对 对 你 胡耀大人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与青春哥哥 我们早就相爱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就被他的魅力 深深地折服 胡耀大人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觉得青春哥哥 为人温文尔雅 玉树临风 但人争吵 重要的是对我极好 每次见到他的时候 内心都非常地激动 所以我们才会在 夜深人静的时候 悄悄约会 胡耀大人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们已经在一起 很久很久很久了 而且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两次见到两次线 Billborgs身 ا 儿 gord 都不信心 预悻纬 牛ева Special wh curs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胡耀大人是怎么回事 苏小桓既是臣的家眷 自然不便带给君上做侍女 还请君上恩准 臣现在就带她出宫 如果我不准了 那就请君上恕罪 臣宁死也会守护所爱之人 你会承受永世的诅咒 爱人的血 是你难以抗拒的诱惑 你们走吧 多谢君上恩准 清晨大人 清晨大人 我不能跟你回去 你留在胡耀身边实在危险 我不能再让你冒险 可我好不容易找到地卷位置 只有我有办法引出胡耀 让你进去参悟 你已经等了十年 你还在拥有什么 我今天若婉来一步 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就算不为了抄换 还有城外的千万百姓 你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我会有办法的 你跟我走 开门 秦传大人 秦传大人 放我出去 若想化为人形 不仅要承受错古成灰之苦 还要承受永生永世的诅咒 你所爱之人 将生生世世短暂相爱之后 因你惨死 你真的想要 这种短暂且自私的爱吗 听说他天天吃肉 一生狐丑熏天熏地 身上还挂着成群结队的狮子 吃得五百多鸡 没法走路 日常都打我 浑身都是你 我倒是你 因为我都可以 我倒是你 很高兴 我倒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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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不在青春大人 怎么应该胡杨 他不会跟他硬拼吗 可是胡杨为什么不让我留下来呢 小姬 胡杨他会不会已经怀疑我了 不会 他要是怀疑我的话 我早就被他杀了千次万次了 对吧 你说 他以一次次纵容我 会不会是有什么不可靠人的目的 或者是觊觎我的美色 他就是觊觎我的美色 默瑶大人 你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吗 食欲这么好 你知道我一不高兴就喜欢吃断头发 跟我回去 君尚此举何意 无论你和我的小侍女有何关系 从今以后他只是我的侍女 君尚无信 君尚无信 出尔反尔 何以负重 让开 若君尚真要冒天下之大不韦 强着人妻 微臣不得不以下犯上 以正君王之道 若君尚真要冒天下之大不韦 强着人妻 微臣不得不以下犯上 以正君王之道 等 等 等 还有二位大人 没想到小女子竟有如此殊荣 让二位大人欠我这个香饽饽 我的意思是说 二位大人没有必要为了小女子闹得不可收拾 更何况 我又不是一个物件 你们也要问问我的意见吗 小欢 秦川大人 其实我一直喜欢的是狐妖大人 从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就喜欢上了他 这种感觉呢 就好像我们俩已经认识了很久 所以我不想骗自己了 我一定要和他回 他的秦宫 我一定要和他回去 这是我的决定 所以 秦川大人 你我儿时的婚约就此作废吧 黄耀大人 我们回去吧 大人演得可真像啊 不过是演戏 何必这么认真 你 我手里怎么阴晴不定 我太可怕了 也不知道清川大人明白我大人什么 我得想个办法把侯耀大人支出去 我让清川大人来参悟地卷 不过是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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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我不想出去 现在可以打扫了 有一片花门都不行 真该死的家伙 这么大真的把我抢回来 就是为了折磨我 变叹 打扫干净了 回忽耀大人 您交代的任务 奴婢肯定一丝不苟地完成 现在外面的地啊 就跟您的毛发一样 洁白无下 一尘不染的 把地也扫了吧 这地不也一尘不染的吗 不需要打扫吧 扫吧 扫吧 没想到我们胡耀大人 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呢 嗯 大人 打扫完了 您还满意不 大人您的手可不能再抖了 站过去 瘦肚子 坐下小肿 微笑 抬脚 保持别动 动那我就知道 好 大人 您快画好了吗 快了 我求你得快一点 好了 我腿怎么动不了 此话 做你了 啊 这不就是之前那副用得着我来 就是要吗 万一哪天不知道又跟什么人跑了 大人我记不住你的样子 这可如何是好 奴婢错了 奴婢不敢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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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怎么不会还怪我自作主张吧 我这也是为了天下苍生啊 那你今天说喜欢胡药 你是真的吗 假的 不然我怎么哄骗她 那你之前说喜欢我 也是为了麻痹她 对啊 我要不这么说 你早为她吃了 好 苏小姐 可有良策引出胡药 哎呀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明晚呢 我想办法拖住胡药 我们以一盏小灯笼为暗号 若是你在门口看着我挂着灯笼 就可以直接进入 务必小心 你 你又在胡岛什么阴谋诡计 大人 你这么说奴婢可就心寒了 我是看你整日指着当坏美女 实在是无聊得很 所以想弄点惊喜 让您高兴高兴 你确定是惊喜不是惊香 没事 下次管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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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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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药大人 今夜星光灿烂 风月齐天 在这浪漫的夜晚 精彩的节目即将开始 请欣赏第一个节目 大鹅奔月 那是嫦娥 以前我娘带我去看灯会的时候 我最喜欢的节目 就是大嫦娥奔月了 两个相爱的人 没有办法在一起 相隔两地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痛苦 走运 火羡之后 qualified 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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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前幕很用心 但不知道为何 你演的我想去如何擦 我去做个草 孩子呢 想你出生在大院 家中有屋又有钱 生活乐无边 可奈天降大灾祸 满门残死在眼前 我独自流浪走四方 饥寒娇破无复天 可我少下无依靠 差点饿死在庙前 现有养母收留我 可我天命犯姑煞 养母残死在堂前 藏母欠下太多钱 如今的我更可怜 做了奴婢来到大人的身边 大人待我如初恋 奴婢勤劳 侍奉大人在身边 只为看到大人的笑颜 的笑颜 很感人 等会趁她越来越想上厕所了 我忍不住了 等等 一个月点上佛堂 想起今生我的娘 我娘还我十个月 我都自己脸皮黄 生生父母恩难报 持家念佛报父母 我娘还得十个月 够了 你都失些什么钱包 是想今天送我走吗 不是不是 大人 这活我以前干过 业务比较熟练 所以想给您开开眼 爷爷已开口 我去入厕 大人 大人 火药大人 火药大人 你想做什么 火药大人 莫非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其实我从第一次见到大人你 就喜欢上了你 深深地被你的魅力折服 大人你玉树临风风流倜傥 这待人真诚 最重要的是善解人意 这点我很喜欢 每次见到你 我的心情都很激动 每当夜甚人静的时候 爱意就在我的心中悄然里面 停 这话耳熟啊 是不是在哪儿听过 不可能 我第一次真将杜罗尔 那倒是吧 我可以入厕了 大人 你觉得我怎么样 再练练吧 再练练吧 大人 我美吗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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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药大人 你上大的还是小的呀 你要不要再大声一点 让整个王宫都知道我出宫了 干嘛 想一起上吗 哎 哎 没有没有 我就是进来看看 哦 我我我我我看我出去的 大人您怎么不上了 我突然 不是很想上了 大人你是在找什么吗 要不奴婢帮你一块儿找 我怕寝宫里藏不奸夫啊 什么奸夫啊 奴婢怎么不知道有奸夫啊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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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他 你不要 别人 别 别什么 这次是奴婢想传戏 这是什么 是和帝眷的符很像 难道是 原来如此 你可知这是何物 奴婢怎么会知道这是什么 你天天打扫寝宫 宫内何时多出一块腰牌 你会不知 奴婢真的不知道 大人 奴婢太疼了肚子 真的带去个忙法 是不是那个贱夫的 大人不要胡说 哪有什么贱夫 还说没有 今日故意拖着我 肯定是有肩负 藏匿进宫 这不就是块 普通的入宫腰牌吗 也不知道是哪个人 丢在这儿的 不愧是大人 请问进贼了吧 我得去看看 我家当还在不在 秦川 你猜问得怎么样了 还差一点 你是不是喜欢他 你是不是喜欢上了胡瑶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他是我的仇人 回王大人 你干吗 你干吗 我想知道 我跟你的关系 有没有比他更亲密 秦 秦川大人 你怎么了 你还是我认识的 那个心怀天下的人吗 我怕你已经背叛了 自己的信念 却浑然不止 我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 无需大人担忧 那好 那你明日 再次将胡瑶引出 我们就此风亦无药 可是今日胡瑶大人已经有所 还叫他胡瑶大人 臭狐狸 我说顺嘴了 明日 我说顺嘴了 那臭狐狸明明都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不拆船了 是不是想等我下罪下手的时候 来个 人赃病户 我捉剑在 可是秦川大人 我完全不吃我这套 他是不是觉得我已经背叛他了 前后为难 明天我要怎么办 胡瑶大人 你的脸是冰块做的吗 怎么都不会笑 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了 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不说 是不是想抓我现象 喝了点酒 就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为什么不敢这么跟你说话 就这么跟你说话 大不了人头落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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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们是不是要逼死我 闭死我 别动我 你怎么长得弄下那只臭狐狸 黄鲁大人 我要迁天行道 受了你 胎生老君 寂寂如零零 我没有用 地零零地零零 别 我的 términdrive 我 inhabit 我 我死了 我去给你住晚餐 你来吧 来 来 来 对 你 好 嗯 啊 我要大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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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我讨厌你的血 你处理好你的伤口 他为了不伤害我 居然用法门封印自己 火药大人 我帮你把钉子拔出来吧 血会浸到你身上 你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 我会忍住的 女性体制的 嫌 城 你遭测到你身上 我讨厌 我的肌肉 属 大人会很痛吗 大人 我帮你包扎起来吧 大人 我帮你包扎起来吧 要改杂铁的包装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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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绝 大人 回来大人 包好了 你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 你上市如何 快好了 回来大人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做事只凭心意 无序理由 大人为了救我身受重伤 我欠他一面 我再对付他就是恩将仇报 可是薛海生成又不得不报 青春大人给的时间也只有一天 可怎么办 你这是做什么 说话 中邪了 大人 你找我 你这是在干吗 我想把自己造了 还想大人不要把我挖出来 上次你表演的那个节目 现在想着还挺有趣的 还有别的节目吗 大人 你什么意思 我只是看不惯你这个样子 那还怎么伺候 你昨日为我疗伤 今日 我便赏你一个愿望 可我的愿望 当然你实现不了 你不说说看 怎么知道愿望实现不了呢 算了 没有愿望了 只让我的世界一片灰白吧 你不是说 你最喜欢看灯会吗 对啊 尤其是灯会里的大鹅奔运 不如今晚 一起去跟大鹅奔运吧 当然你 不要再说了 就这么定了 他都知道了 那为什么不说 算了 算了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为何要挂灯了 我们不是要去看灯会吗 总点那点氛围吧 我们都不在宫中 挂个灯笼 不怕招来贼吗 哈哈 大鹅奔运哪来的贼啊 上次不就造贼了 没有 大鹅奔运错了 快走吧 大鹅不等人 来 看这个 看这个 真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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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开心啊 你不是最喜欢看灯会吗 没有啊 胡耀大人我很开心 别叫我胡耀大人了吧 叫我波球吧 波球 哪两个字 波波坐牢 是波波穿皮衣 哪的波波 波波 我把我最爱的鸡腿分进去 我不吃 为什么啊 湖里不都爱吃鸡的吗 你吃吧 不吃拉斗 好可怜啊小狗 过来 过来 给你吃好不好 给你吃好不好 给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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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可怜 你是怎么怎么吃 你人人人人人人都吃 啊 啊 啊 好啊 哈哈哈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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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上次我要的方法竟然是 刚刚那个喷火的真厉害 居然能喷出大额奔月 二位 我关公子 何有通天谷 连有阴暈气 姑娘面若满月 目如红莲 二位必然有时生时世的缘分 但因果缠绕 红莲夜火 结束连连哪 先生 可以破解之法 那是假的 破解之法 你心知肚明 愿先生指定 这是你二人注定的结束 因果循环 神仙难改呀 也罢 也罢 我有一神器 诸如上果 无上法力 可逆天改命 但是 但是什么 需要五文钱一支 若要双宿双飞 需买两支 注定破解 我们有缘分 不如买一送一 千万别犹豫啊 此灯飞天断地 还能消解劫难 还颇剧情趣啊 国官公子 何有通天鬼 言有阴阴气 姑娘面若满月 目如红莲 二位必然有时生时世的缘分 你写了什么愿望 你写了什么 我先问你的 我希望 你的愿望多么是想 这是什么愿望 真是什么东西 你呢 命 买了灯的朋友们听我说啊 正所谓 年年碎碎 花相似 碎碎年年 人不同 好 放灯的金石已到 大家跟我一起喊三二一 一起放 三 二 一 放 好 好美丽啊 好 可惜 怎么了 太短暂了 美好 不都很短暂 是啊 说不定 我就是为这一声啊 你快点说了 你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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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唯一的可惜就是 没看到大鹅奔月 我已经看过这世上 最好看的大鹅奔月了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你说呢 不会是我跳的那个吧 大人 小侍女 敬你一杯 大人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嗯 你今天 为何要带我去看灯会 你就不怕 家里见贼啊 不明白挺好的 不明白挺好的 我不明白 你 想问你 你怎么可以 你要对我这么好 你对我越好 我越愧疚 为什么你偏偏是薄囚 是我的仇人 我不可以 不可以喜欢你 薄囚别走 陪我回去 我有何尝不想 宁杀尽天下烦忧 能换去与你一夜好眠 但我不能 没有我的世界 要好好活着 五十 该退房了 这是在哪儿啊 不球呢 现在的男人啊 太不负责任了 哎呀 小姐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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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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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弹指过 唯有见你 如今山 胡瑶大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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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你 此话送你了 现在不是送话的时候 我又不是树 拔没用的 那怎么办 没什么 反正我活得已经够久了 大人我 虽然对你疯疯 但也不用太难过 如今被封印 也算是一种解脱 他倒有些破裂 找到了地圈上的静州 要跟我同归于尽 更容易脱 你 你是说青川大人 要跟你同归于尽 他也会死啊 正是 等我 做为小侍女 你不能生离死别一下 千岁大人有命 无论发生何事 任何人不能入内 我有急事让我进去 青川大人 青川大人 别喊了 青川大人 玉璃 苏小桓 主上还在施法 不要再次扰量主上 玉璃 地境对付胡药的办法 会让施术者同归于尽 我们不能看着青川有事 主上为了天下苍生大义 牺牲自我对付胡药 你我又有何资格阻止 谁都可以牺牲 可他不行 他是王族最后的血脉 天下需要他 更何况你与他主不一场 怎么忍心看他死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 我与主上准备了十年 为的就是今日 你不止一次阻止 还在这里跟我谈 主上生死 若不是你 主上也不必如此 一定会有其他办法的 你什么叫 你不是说还有人隽吗 就算有人隽 也无人可破解 我与胡药一起出发过人隽复恩 就在他寝宫的寒冰床上 一定有办法可以破解 玉璃 你快进去救他 真的来不及了 你若骗我 我必杀你 开门 主上 玉璃 对不起主上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对 还有人隽 我们可以破解人隽 我知道湖里寝宫里有一个寒冰床 你要钱是不是 别动手 还有 别动手啊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杀了胡药 但是你们今日 竟然破坏了阵法 那就不要怪我了 等等 阵法是我破坏的 你要杀 杀我一人便是 不要伤进主上 你们都该死 你是不是要杀胡药 还有一个办法 他 可以破解人隽 对 我可以破解所以你不能杀我们 我怎么信你 三人 若他不能破解人隽 我遇主上的命 你可取之 好 那我就给你三日 还不快去 主上 胡药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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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挽来了一步 你怎么变石头了呀 那块是你的头 是这个吗 胡药大人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这辈子 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 我一定会好好逸步你的 胡药大人 不行 就这辈子 你得陪我 胡药大人 胡药大人 你没死真的太好了 你没死真的太好了 差点就解脱了 真遗憾 真遗憾 呸呸呸 什么解脱啊 好死不如赖活着 活着多好 你是如何说服他收手的 你是如何说服他收手的 我 我跟他说 生命尘可贵 就算你不珍惜胡药大人的 也得珍惜你自己的对吧 对 你也得珍惜 他就收手了 胡药大人 知错能改善魔大焉 你能不能别责怪他 也别责怪 我本来没把他当一回事 既然你替他求情 那我现在就杀了他 这是什么逻辑啊 不是 胡药大人 他中断阵法已经身负重伤 眼看也活不了几天了 您活了这么久 他在您生命中 也不过就是一个过客 一缕尘埃 你会跟一缕尘埃过一步去吗 不会吧 会 不过 看在你的面子上 暂且放过他 我的面子上 放过他 那也就是放过我了 我 竹生 没事 我们敷出了那么多 眼看就要成功了 最终还是功亏一捆 竹生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玉玲 我曾以为你是那个 最不可能阻止我的人 现在你像是变了一样 主上 玉璃对主上的忠心 从未有半分改变 苏小桓不可能破解人倦的 你前几道走吧 主上 无论如何 玉璃都会陪着你 characters 怎么办啊 要求青川大人必须参唬人隽 可是一旦惠人拿到人隽 回到大人又 他进退两难啊 先参悟人俱 看看到底有什么秘密 先把青春大人救出来 这有胡耀大人吗 这方法是真是假 还不是由我说了算 该怎么参悟人俱呢 人俱宝宝乖 安妞 安妞 救命 快快显灵吧 不吃软的是吧 快给我显灵 不然把你烧了 我说认真的啊 太圣了我君积极如律令 积极如律令 人鹰不吃是吧 能弄是方法不对 我三岁被死全家 四岁流浪欺负伯父 五岁跟着哭丧大痛苦 十岁人人寒大 人家老一定可怜可怜伯父 真是个冰冷的家伙 来 你在做什么 胡耀大人 我 我擦床呢 你該不會 還在懷念那一晚吧 怎麼可能 既然你最近如此乖巧 又救了大人的命 那獎賞你一下 你 你 既然你最近如此乖巧 又救了大人的命 那獎賞你一下 大人 其實我羞慕你好久了 我 我 大人你看到什么了吗 没什么 你不告诉我 我就自己看 大人 你干什么 他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当然你以后不睡觉了嘛 不睡了 是人卷没了 怎么就青春大人啊 找到人卷的秘密了 灰黑炮大人的话 我这几日 都有认真的在参悟人卷 但是那个臭胡瑶 一直在监视我 终于让我逮得到一个机会 您猜怎么着 说重点 我参悟秘密的时候 被他抓住了 他把我抓起来 审问了一天一夜 我晕倒了他 还拿那个辣椒水泼我 他逼我说出 幕后指使人是谁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没有出牌你 少废话 人卷的秘密呢 人卷在此 这是人卷 没错 我要将人卷打造成一张寒冰床 很难携带 如今化成了水 刚好很合适带出来呢 你是在耍我吗 等等 我说 人卷的秘密是说 要想杀死胡瑶 就必须 必须怎么样 必须之后的秘密 都在这个桶里面了 真的 我没有骗你 我参悟了前面的秘密 后面就被胡瑶化成水了 黑豹大人 我没必要搭上性命去骗你吧 更何况我们都要杀死胡瑶 我们是一伙的 您别为难我了 你竟敢糊弄我 要死 胡瑶大人 你来救我们了 你错了 不是来救你们 是来救你 胡瑶大人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烧鸡 特别好吃 不然我现在就带您去吃吧 既然你什么都已经知道了 看来今日只有一战 胡瑶大人 当然知道烧鸡好吃 秦春大人你别再说了 自不料理 杀你有何难 秦春大人别白白送死 难道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将你带走吗 胡瑶大人 现在人权已毁 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封印您了 您就不能饶秦春大人一命吗 你很在意他 我在意的是不想看到你杀人 小黄不要求他 就算他放过我 我也不会放过他 够了 你们就不能放下仇恨吗 你杀我我杀你 这样杀来杀去 天下真的会太平吗 既然你不希望看到我杀人 那便不杀 跟我走 你 坐吧 这是王位啊 你说 坐下 唐廷 从今以后 我便不再是你们的君上 这王位啊 谁当都可 君上 万万不可呀 国不可一日无主啊 是啊 是啊 君上 算四啊 算四啊 世人真可怜的 君上 阿邦 这是你啊 使不得呀 君上 使不得呀君上 当你下来了 下来了 那我 那我还是孝顺你呢 是 是王位你得到了 君上 君上 你不是让我放下来 是不得呀 是不得呀 有你的消息给我 君上 恭送君上 你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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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君上传给我的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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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所以 你根本没有吃过人 当然 我可不会滥杀无辜 这是震慑恶人的手段罢了 姐姐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吃的 我好饿 好 谢谢爱人 娘 有吃的了 是好心的哥哥姐姐给的 太好了 你是不是觉得 天下苍生的苦难 都是我造成的 难得不是吗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 可你是天下权力最大的人 我可以杀掉所有的贪官污吏 却杀不了人的贪欲 下一个 又怎会不变为污吏呢 我不相信 一定有人不是这样的 一定可以改变 如果可以改变就好了 我记得你曾说过 你当君上是为了一个人 我不做君上 也是为了你 可是 如果天下交会 不是因为你而起 那为什么 所有人都想杀掉你呢 世间兴衰哪有对错 想杀我这人 又怎会不知 你只看到眼前恶飘 却看不到尸横遍野 我活过千年 看遍兴衰 无非快慢 却无法改变分口 可他们又没有千年兽 他们自然会在意天下兴衰 千年之后 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什么 也是有活着的意义 就是和你一起的某个瞬间 你大人说笑了 你我无法改变的命运 可不可以放下了 你我无法改变的命运 怎么妖气那么重啊 这里住的全是瘾 当然妖气重 已经是妖族的地方了 周不跟紧我 被吃了可必怨我啊 妖下你的 你们妖做什么都吓人吗 为什么这边的妖 都是女人跟小孩比较多啊 大部分男妖 为了保护家人 都被周遥视责害了 还不是因为妖狐吃人 你见过妖吃人吗 没有啊 其实大多数妖师善良的 种族没有好坏之分 是那些为恶者 被欲念左右 什么意思啊 神族对妖族的恐惧和敌意 都是被周遥师扩大化 哪个大周遥师 不是依附于宫内高官 年年为高官供奉百官 你就不曾想 这些钱财是如何而来的 是 妖族也是受害者 即使妖不知 又是谁 默许捉妖为人类的正义之举 可我娘就是前见根根的周遥师 她就从来都不会这样 对普通周遥师来说 这只是一门吃饭的手艺 就像打猎也 她又怎么会得知真相呢 可是如果要不受坏的 那这个传言是从哪儿来的呢 因为有人要故意挑起 量族的争端 为什么呢 无法杀进的 人的欲望 那是谁 我不能说 好 走 带你吃好东西 怎么不开心 没有啊 我很开心 真难看 吃吧 真好吃 这什么面 这个就是村里最受欢迎的人心人干面 你不是说腰不吃人吗 好了 不逗你了 人心人干这种东西 腰才不吃呢 这些都是山中灵芝 真的 吃吧 不对 你怎么不吃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别的了 我喜欢看着腰吃 我有什么好看的 看过人间烟火 就放下过去吧 我都已经放下了 你不能放下了 你不能放下了 但是你在说什么放不放下的 好可爱的小姑娘 不可对我的祖奶奶无礼 她这么想谁是谁的祖奶奶 好啦 小丫头 咱们不和客人争执 好可爱的 好可爱的小姑娘 张老好 喂 薄琼 你又带别的姑娘回来啦 别的姑娘 阿大人还带个别的姑娘来 是啊 怕有八九个了吧 怎么了 那八九个姑娘呢 后来 都死了 没事 没那么快 吃吧 君上 找到苏小桓了 君上初登大宝 百妃待兴 怎可为一名女子上身 我问你找到苏小桓了没有 找到了 没想到我们的狐妖大人 居然还会亲自下厨 那是当然 毕竟有了一千多年的生活阅历在 小小吹影之时 还不守到青岚 哇 这就是拥有一千年阅历的 胡耀大人 做出的第一餐剧毒美食 果然跟色香味 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品香是差了点 但味道肯定不错呀 厨子放的佐料 我是一点都没少放 我先试试 这儿 还 还不错 来 你试试 等等 怎么 你不相信我啊 我试试 怎么样 我还没吃呢 什么怎么样 我是说 如果未来的日子 每天都像现在这样 你会放下吗 试试一下 我 我 那 你 慢点 别摔着了 好 你小心点 是吧 因为有人要故意调解 两族的争断 那是谁 我不能说 胡耀大人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制造人要两族恐慌的幕后黑手 是和我有关吗 是你的生父 前朝相国 怎么可能呢 我父亲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 青春大人说过 我的父亲是忠良 他不信我哥哥的命 去换青春大人的王位 他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 对王族来说 那的确是忠良 但是对此付出无辜生命 不断发生战争的人族和妖族来说 对遍地恶嫖来说 他怎么算得上事 还过重量呢 所以你就杀了他吗 对不起 真是可笑 你杀了那么多 你所谓的贪官污吏 这不世界变好了吗 没有 没有 我并不是为了这个世界 我知道人类如果还有贪愈 这个世界就不会好 所以你就杀了我的父母吗 我不知道这一世你会在哪里 我杀了无数贪官 坏人 是为保护你 不被宿命所伤 保护我 让我成为孤儿无家可归 四处流浪 让我不配得到人人都能拥有的亲情 你说这些都是为了保护我 真是个疯子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我更不会放下这一切 你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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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农村 吓死我了 腰当也吓人了 是你啊 小招牢 没大没小 我比你大一万多岁呢 你要去哪儿呢 浪至天涯 只见一个臭不要谈罚队 人口正义和平 你求给你这么好 为什么这么恨他 对我好 我孤独惯了不孝 他连个什么都知道 却瞒着我把我变得像个傻子一样 他自然有他的原因啊 看来你真的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啊 那他之前带回来八九个姑娘 也像我一样砍他了吗 你在说什么 那八九个姑娘都是你的前世啊 我的前世 一千年前 你救了一个被猎人弄伤的小白狐 小白狐很想和你在一起玩 但他只是一只小白狐 所以他找到了我 希望我可以把他变为人形 无论什么样的代价都可以 我不肯 他就穷了几天几夜 我知道 如果不能让他变成人形 让他有机会和你在一起 他宁可死在这里 所以你就把他变成了狐妖 哪有那么简单 因为他修为不够 他不仅要承受拆骨错筋之苦 还要承受永生永世的诅咒作为代价 什么诅咒 每一世都会与你相顾 与你相恋 然后你会很快惨死 而他会经历漫长的孤独 和无尽的丧气之痛 他活千年 内心却早已死去 他怎么从来不跟我说这些呢 这一千年来 我看着伯秋一步步成长 成熟 直至新死 我感受得到他的痛苦 如果你想知道这千年的故事 就问他了 成熟 不是说我好保守秘密的吗 是他让我找机会和你讲的 你们聊 我走了 终于可以不再伪装来面对你 千年来 我们每时注定会相爱 也会相爱 但在短暂相爱之后 你会因各种可能惨死 这也成为了无尽的诅咒与惩罚 我不愿跟你讲过去 是因为我怕你爱上我 但我却忍不住 但我想跟你待在一起 哪怕一顶 你也太仔细了 我才不会爱上你 你可是我的杀不仇人 吃个脾气 我们每时都注定灭练了 注定不能在一起 每一世 我都希望能够改变 杀掉会让你惨死的坏人 我囚禁君上 威胁重臣 就是希望能够换来一个 没有坏人的世界 能够护你周全 可是 你还是没有办法改变 对吧 唯一改变的办法 唯一改变的办法 就是在你爱上我之前 封印我自己 不再轮回 这样 你就不会再因阻调而死 所以 你是故意启动封印法阵的 只是没想到 每次都会被你所阻止 也许 这就是命运吧 如果你被封印住了 你 会去什么地方呢 我会去到一个虚无的地方 永生永世地在那活着 那有你的世界 就是地狱 千年以来 我为与你在一起的短暂时光而活 而期待 却以你的每次惨死 悲痛百年 我真的 无法再承受与你的分别 宁可 你会永远忘记我 笨蛋 命运一定会有办法改变的 我不允许你封印你自己 更何况我命大着呢 才没有那么容易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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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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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明白花瓣的意思了 我现在的花瓣的花瓣的花瓣 这一千年 你都没有睡得这么暗轮过了吧 睡吧 我去给你做早餐 小欢 秦川大人 郑虎妖不在 快跟我走 我不能跟你走 为什么 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你的仇人了吧 我已经放下那些了 我想留下这儿 小欢 你世人他是妖 杀父世母之仇 你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 他已归宴 便不会再引起杀戮 秦川大人 你还是回去吧 我相信你会是个好君王的 但你对我来说 更重要 宝宝秋 别杀他 现在不杀他 恐怕他以后就会害你的 不 他不会害我的 秦川大人 现在只有你可以阻止两族继续争斗 就算是为了百姓 你请回吧 我相信你会是个好君王的 我们走吧 宝九 你怎么来了 属下担心君上的安全 便跟了过来 苏小桓既已被判人了 君上还要担心 她的安危吗 胡瑶现在不在尹丽村 正是进宫的最佳时机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进宫 君上 是因为苏小桓吗 妖族祸乱百姓罹难 您怎可犹豫兴人 君上 若不是因为苏小桓 胡瑶早已被处 玉璃跟随您多年 您为何不知半分玉璃心意 苍生姑娘 我又怎敢谈儿女情长 不谈儿女情长 但你今日又哪里像个君王 你以为自己喜欢苏小桓 其实你只是放不下 过去的执念 连自己内心都不敢面对的人 又哪里是玉璃认识的君上 够了 这以前我自有安排 我以前怎么没觉得 这个地方这么美呢 那是因为你以前老想着杀我 忽略了身边的人 那我不也没杀成功嘛 你能不能别老提前的事 你以后啊 就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地方 过小妖生活喽 好啊 那我可以教他们做美食 还可以带他们办灯会 我对我的大额半月 可是很有信心的 我很期待 为什么我觉得你在嘲笑我啊 想多了 好重的血心情 宋姑娘 宋姑娘 命数难逃啊 五妖族恐怕就要灭族了 是谁干的 不要再惹争断 难得你们可以在一起 好好生活下去 阿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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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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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是他 不要去 我要去看看 他到底是紫敖的老袖无情 我们又能改变什么呢 只会给两族 找来更大的仇恨 无论一天 还是两天 我想将所有的时间 都和你在一起 我决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可是他们呢 他们是无辜的呀 是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 不是你的错 都听说了吗 上次的那个女人 叫苏小桓 她是笔干后人 她的心呢 是蹊跷隆隆心 只要挖了她的心 就能降服妖祖 让天下所有的人 都能吃上饭 过上好日子呀 可是那个姐姐是个好人呀 如果挖了她的心 她不就死了吗 你哪知道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啊 我跟大伙说 她可是忠良之后 如果她用她的命 救了我们天下所有的人 那她就是好人 如果她不救 我们这些人 就会被饿死 冻死 会害了更多的人 那她就是坏人 忠口 大人 苏小桓的事情 你们都是听谁说的 我 我们 是我乱说的 大人 记住 以后不要妄言 大人 现在外面都在传 难道你还不知道呢 大人 求你了 为了全天下人的命 就牺牲她一个吧 是啊 大人 大人 救人 救救我们吧 救你了 大人 阿培 救你了大人 救救我们吧 阿培 君上 阿培 那个 大人 求 WILL ész目就是了大人 待着 但阿培 还留好 Strom 后来 固定生灵涂炭 我们必须下手了 君上 君上 民众都在担心此事 若不得 恐天下 争乱四起啊 知道了 君上 那为何还不动手 若是被那狐妖先得 就来不及了 玉璃 君上莫不是为了苏小桓 咱们要牺牲这天下苍生吧 放肆 请君上三思 请君上三思 你 笑我 我打你 我不能笑吗我 你别跑 抓不到 你给我过来 是吗 好好好 我错了 我错了 药子哪儿别大了 呸呸呸 不能说死 好 今天真的是我人生中 最幸福的一天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在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隐居 披柴 生火 做饭 洗衣 还有个这么可爱的宠物狐狸 以后的每一天 都会是幸福的 你还在担心诅咒吗 你还在担心诅咒吗 没有啊 放心 我实事苏小桓命硬着呢 我才不信那个什么破诅咒 是不是活了呀 我的菜 你也不帮我 我不会呀 所以是这些东西 来啦 看看我做的菜 今天这么丰盛 当然啊 今日要庆祝我们不理凡尘 不顾生死 义无反顾 终于过上我们想要过的生活了 干杯 一千年了 像梦一样 终于可以放弃尘世 隐居一子 即使不能长久 即使 一日 两日 我薄囚 此生足矣 薄囚 你说爱是一生一世 平平淡淡的好呢 还是 哪怕只有一瞬间 也要过得轰轰烈烈的好 爱 哪有一生一世 或者时生时日 或者一瞬之间 爱 也许就是那么几个瞬间 但我却为此瞬间而活 我也想要我们的爱是永远的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破解诅咒 然后一直 永远在一起 你相信吗 我相信 你的表情明明就是不相信 人生无常 不如你我今日结为夫妻 过上一生路啊 好 那是不是得准备些 红烛红布什么的 我去准备 好 等我 嗯 一定有办法可以破解诅咒 为了他你还是来了 破解的方法是什么 破解的方法是什么 我都希望你是为我而来 如果没有破解的方法 我就回去了 听过气笑玲瓏心吗 只有得到你的心 才能拯救这天下苍生 我的心 你疯了吗 你之前说杀死胡瑶 就可以拯救黎民 我信了 如今你又说我的心 可以拯救苍生 你不觉得你太荒谬了吗 为了平定动乱 我别无选择 薄秋说得没错 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 最是虚伪 口口声声为了天下苍生 又有谁是真的在乎 门口仁义 就不如一只狐妖 小患 你又怎会懂我的苦衷 是啊 我当然不懂 你一次又一次地骗我 你说我是忠良之后 可我父亲明明引发了 对妖族的杀戮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视两族性命如草剑 这就是你口中的忠良 住口 我敢保证他绝非是你口中之人 听是那虎妖在颠倒黑白 那你呢 尹一村那些小妖从未害人 你为何要突进他们全族 什么 我从未想过秘密 那这又是什么 你在哪儿找到的 这对玉培 曾经让我觉得我拥有一段 美好的回忆 扶尽只让我觉得恶心 军尚 就让我挖了他的心 军尚若不敢动手 便由玉璃动手 若军尚怪罪 也杀了我便是 智霖 我来动手 真可笑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 剩两个青川大人 原来这真可怕 可以把人 变成鬼 小花 我对你的感情 小时候到现在 从没有改变过 但你一人之命可敌万人 我 根本做不了我自己 原谅我 连你都信这话 我都希望北花 信的是我自己 这 一直在这儿 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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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你过不去 就算踏不下天 也没人能挡住我 即使分身碎骨 万切不复 我已有找到她 报 军上 胡瑶闯了进来 日府为死伤惨重 挡住她 是 报 军上 玉府为以尽数牺牲 皆为恐怖无法支撑 挡住她 报 军上 玉府为以尽数牺牲 皆为恐怖无法支撑 玉璃挡住她 玉璃将军她说 军上无忧 报 军上 军事已多数赴死 玉璃将军身受重伤 请军上动手吧 将军上无忧 将军上无忧 将军身受重伤 将军身受重伤 叽数 任何数都 可 今晚 尽数 早 取上我的任務完成 我來了 你別怕 我來了 你別怕 你別怕 我怕 你會怕 你別怕 你你別怕 你別怕 你別怕 伯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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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妖 我是伴妖 徐黎 你在干什么 杀了你们所有人 你疯啊 我没疯 清川 你不是一直不知道鬼组织的来历吗 我就是鬼组织的幕后制 这些可怜的孩子和我一样 都是无法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伴妖 我们一直做的 就是挑起人妖两族互相杀戮 毁掉人族和妖族 建立美好的世界 玉璃 你在干什么 清川 你太天真了 人的育虐是杀不解的 只要有这些只顾自己私利的人存在 就永远会有战乱屠杀 就算是军上掌权 也改变不了办法 唯有杀尽天下人 才能建立美好的世界 虽说是这样 但你不能杀掉所有人 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 无辜 不 我爹是伟大的桌妖师黄田师 也就是蜜卷的创造者 所以我知道蜜卷的秘密 而我娘是妖 从未害人 我爹身为大桌妖师 耻辱寒鹤而死 我被我娘带到央族生活 但人族无尽的屠杀央族 就因为我是伴妖 我成了所有人愤怒发泄的对象 就是他爹 杀我全家 我要杀你 为他们报仇 他是人 他爹是捉妖师 他以后也会把我们杀掉的 我没有 我是妖 我娘是妖 我没有杀妖 我不会杀你们的 他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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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妖 对 你是妖 但是他们说的都不对 你这么可爱 怎么可能杀同族呢 后来 别怕 我娘代替我爹赐金 但仇恨并没有结束 我被赶出了村子 那时 我只有六岁 快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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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DNS 我差点死在了机场 再后来 我被我师父 一名周妖师所救 他带我回了师门 却又因为我天父过高 被师兄弟嫉妒 他们说我是流着妖的血 说我是怪物 你这么厉害 不就因为你是妖怪吗 还学什么捉妖术 我看那个怪物就是你 就是你 怪物 我离开世门流落街头 成了人族和妖族都无法接受的人 我是怪物 我恨你们所有人 这个世界的偏见很可笑 从上到下 所有人都无可救药 君上 你满口无辜的人 就是那些曾经伤害我的普通人 君上 君上 你从未经历过我跌入尘埃的守护 就没资格批评我 你们就没资格质疑我 我杀你们所有人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小王 你快走 叶铃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你可以杀了 但我求你放过苏小虎 云丽 是我对不起你 广州 你不会有事的 你可是千年活药 你不会死的 对不起 情深我累晚了 来世了 我早点冷了 我不要来世 我时时缩小花 只要今生今世 结婚都好了 我爱好了 我求 君上 城中猪妖师已尽数消灭 发现几处妖族隐藏村落 已尽数搅毁 好 让那些石不果腹的难民 也加入军队 让他们去杀自己痛恨的人 是 苏小花你找到了没有 暂时还没有找到 一定要找到他们 是 青春 你不必叫我君上 仍可叫我御灵 恕在下不敢 黄药带来 我讨厌你的血 我讨厌你的血 我的血 有 你是谁 我是苏小黄 不认识 不是 你别吓我 我是你的小顺女 你是仁族 本尊不会有人族的朋友 人族只会是本尊的血尸 不救 是你梦不求 是我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不要给忘了 明明相爱的人 坐在自己的对面 自己却要忍受 装作不认识的痛苦 我已经承受过太多次 我很害怕 我现在是在做梦 我怕我现在不好好珍惜 梦醒了 你就会不见 那不求 我好像能体会到 没事 你找到我 只有你记得 所有回忆的那种痛苦 我就 我真的好害怕 我不能没有你 我不能失去你 不求 别怕 君上 已经找到他们的下落 当真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爱着苏小桓 所以就算找到了他 你也不会告诉我的 对吗 君上 我曾以为自己心怀大义 却不知自己如此浅薄 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如今君上的理念 正是我青川苟祸之间的原因 既然得不到苏小桓 那不如去完成真正的大义 好一个大义 果然这世间的真情 都毫无意义 真的没有人啊 玉璃当真要杀进天下生灵吗 不求 我们要阻止他 他吞噬了中药与药室的法力 如今无人啊 我有一个办法 蹊跷玲珑心 对 你愿意牺牲自己吗 我想想啊 那可不好说 那你会在危机关 他把我的心吃了吗 不好说 不过单从味道来讲 越新鲜越好吃 你那真的 天下人的生死与我不关 我自不会为那些不相干的人 而牺牲自己 在我眼里 全天下家家都不仅你的意思也好 但是谁若敢伤你 我便蔑视你 我知道你看过这世间百态 人心狭恶 但是在这一世 有人真在我饿的时候 给过我一碗粥 有人在我被冻在破庙里的时候 给了我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还有人明明知道我是科蒙拐骗的小骗子 对我骂骂咧咧的但依然给了我钱 让我得以谋生 薄囚 我知道你对人性的失望 可是我是真真见谢感受过这些温暖的 我想守护他们 想守护这些给我带来过温暖的人 真希望这一刻就是永远 若是此刻能定格住就好了 为这一生 千年也值得 如果醒来没用 希望能怎么办 希望能怎么办 苏小桓呢 你的对手 是我 不自量力 不试试看 怎么知道呢 你背叛我 玉璃 你变成这样都是我的责任 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想着复仇 从未对你再意过 到现在才发现 美好原来一直在我身边 我现在不希望你变成我这样 连身边之人都无法守护 放下仇坏 我们重新开始 秦川 太迟了 全天下的捉妖师 与妖祖我并未消灭 你已经进入我部下的结界之处 玉璃 我不想对你动手 不自量力 你怎么回事 你真是想 也不想是什么 你这么想 你怎么回事 我 我绝不能死在这里 我要杀尽天下思雨 冲剑新世间 薄求 小黄 你怎么会 薄求 这一千年来 都是你在守护我 塞尸 换我来守护你 我愿意用永远 欢迎你一生 你 你 我愿意用小匙 你 我愿意用小匙 你 感谢观看 一切因我而己 就让一切因我而终 一切恶果 尽住己身 就凭你也想封印我吗 我会封印自己于无尽之地 可我会带上你 你不痛恨这个让你不公的世界 却为这些虚伪之人 封印自己永生永世 我只想还给他一个好的世界 永恋恶鬼 诸天神魔 以我学取作为牺牲 三生七世 永堕阴罗 我先灭之急 目瞧 你值得吗 demi 我 我 我 小桓 那 詛咒終於要破解了 忘了那些花瓣吧 此刻 晚安 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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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走了吗 特来自行 人死不能复生 如今眼下百费待兴 我想你留下来帮我 你救我那次 便已经想到了今日吧 我又走了 我会去找他 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你会是个好军上的吧 我向你保证 就这样最后 他探上了寻找狐妖的争承 那他最后等到狐妖了吗 这个嘛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 明天告诉你们结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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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